我们花西路桥的旁边呢 我们先到这个旁边来看一下 这个桥你看到 这已经是2005年的时候才重建的了 所以呢 已经是这个 其实都是后来的改建的版本 那么当然我现在觉得 曹阳青春街道还蛮用心的 大家发现这个东西没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的特别用心 它其实是做出来的 不过花样哪能说 他两次吗 哎 我还两次 我们应该有点 但是原来你看他有两个 那个两次大哥哥 对吧 所以呢 我估计这个 哈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到这边来 好了 王总已经找到这 找到了 这个海报的背景图 我在 我让他们去做海报的时候 我特别跟他说 我说你做这个PSP的时候 把他批的有一点点印象派的效果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单独接一张出来 特别有一个对吧 你几乎都想象不到 这是曹阳青春的一部分 对不对 很有感觉景色非常的好 那么大家看到这边 河在这里 其实转了一个弯 对不对 如果我们看到刚才的这张地图上面 就是河道的地图上面 把它一个图重新找出来 就是这张图上面 大家看到我们 我们现在是在花西路的地方 花西路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到 球界帮在这边这样过来 然后跟球江不是相交的吗 这边有一段 这个河是球江继续延伸出去的河道 这段河现在不是被填了吗 那他填的河道原来在哪里 原来就是从这个地方 往那个方向一直这样过去 所以这是原来已经消失掉的 这段河道的走向 这是球江的这一段 好 那么在球江这一段河道的旁边 换句话讲 就是什么 这是借邦 这是球江 然后你没听错 这个球江跟球江路的球江 跟无交场那边的 还在的那段球江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球江 同一个球江 所以呢 这个历史上 球江原来的河道 以此相通的时候 这个是和那个球江是动通的 那么再往前推一点 球江是 球江是旧江的这个音译 新旧的旧 这个旧江其实是 无松江的故道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 就这一段是一个河 还跟这个苏州河 沾上了一点 这个干清代故的关系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往这边来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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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